大家午安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年第七號颱風巴比倫 在早上的時候正式被命名為深層 這個颱風比較特殊 它的深層並不是從一個低壓開始 它是一個冷心低壓 從高層開始慢慢發展 然後變成熱帶性低氣 現在變成一個颱風 那目前來看的話 它大概就是一個清台水準 但是會接近台灣就週末的時候 會來一個轉彎 往這個琉球方向前進 所以對台灣沒有直接的影響 所以我們看一下 其實今天來說的話 這個北部的塞巴虎 下的很大 跟過去是不一樣 因為明顯吹的偏西南風 所以這個過去呢 其實都在南部 現在轉移到北部 今天這個午後的這個北部的這個塞巴虎 午後雷陣營還蠻大的 那未來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巴比倫呢 會持續的往北走 經過這個沖繩 往韓國方向接近 所以後面走得很快 可能到禮拜一就到韓國去了 走得很快 那台灣呢 其實這邊會吹的偏這個西南風 所以未來這一陣子呢 大概是午後陣營為主的天氣 那接下來要改變 還是一樣 就是太平洋高壓又再犧牲過來 那未來呢 我們就要來看說到了7月中時候 這邊呢還有沒有擾動會發生 事實上未來的確 再過一兩個禮拜之後 就有這樣的機會要注意一下 那禮拜六呢 各地還是會有這種 午後雷陣營的天氣 禮拜六禮拜天都是如此 禮拜一可能禮拜二 都是類似的天氣 所以這陣子呢 午後雷陣雨可能每天都會有 早上呢都很晴朗炎熱 像今天晚上呢 其實有下過午後雷陣雨 涼了很多 空洩品質也不錯 請大家好好把握 但是呢 禮拜六白天呢 其實大致上各地呢 都是有午後雷陣雨發生的機會 北部呢 還是一樣 很熱 很熱的高溫 台北都會請大家留意 要預防中暑了 鄉下差一點就好 差很多 就舒服很多 我們剛才建議 7號颱風 巴比倫北轉 不影響台灣 沿海的風浪稍微大一點點 但是大致上不會影響太多 高壓呢 稍微退了一點點 新南風明顯增強 所以午後雷陣雨呢 增多 未來這一陣子都是這個樣子 會持續大概有一個禮拜時間 請大家留意了 遇到這個午後雷陣雨 3號後 停一下 停一下 一兩個小時很快就會過去 盡量聽到雷聲 侵入室內 盡量避免 遇到這個雷擊的這個危險 請大家多留意了